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 曾经观察 今天我们聊一下软银孙正义要把ARM上市的事 就是说著名的芯片架构生产设计企业英国的ARM孙正义准备上市了 也开始公开的报道在美国进行IPO 它的估值在600至700亿美元 当时收购的时候当然比这便宜多了 对吧 两三百亿收购的 准备以这样的一个估值提交到美国的证券市场 而且美国的证券市场融资大概100亿美元 这个的份额咱们这么讲 在现在整个市场都不好的时候 在美国市场这个是融资属于非常大的IPO了 可能的话会成为美国IPO之最 可以最大的电视连资料 就是有点准备的 最大的点准备 它阻止由于消费的 有点准备 뛰 但是这个呢 那么我们的硬硬梯 我们的手机 芯片 我们的手机 上面都讲 这个 绝大部分是属于它的 而且对于这个CPU的这个赛道 其实芯片有很多赛道啊 有准处器的 有CPU的 有模拟的 有什么有的 对于它这个芯片的赛道呢 我们这么讲 它是对于CPU赛道里头啊 主要是做手机这些应用的 而做手机应用的时候呢 它占据的市场的份额 应该是90%以上都是它啊 包括苹果也在用它的应用 甚至苹果呢 在平板都想采取它 然后你像前边呢 那么华为为了得到它这个授权 有很多故事 对吧 所以现在的话呢 对于它的这个估值 到底怎么估 实际上我们应该这么讲 这个公司的话呢 它这个估值啊 第一呢 它做的这个估值 它为了能够上市嘛 它肯定要留给呢 二级市场增值的空间 这是第一点 对吧 第二呢 它此时上市也是说明什么 就是对于这个软银 前面我们说了好几期了 软银的这个基金呢 受到了很大的财务的压力 包括呢 真正于自己呢 把它的身价也赌进去了 所以现在呢 它做了各种各样的投资啊 目前市场不好 都在亏 所以这个阿姆呢 它能如果上市表现好 对于它的基金的价值 那当然是绝对不一样的体现了 所以它肯定是希望 第一是能够上市 你因为你要是价格太高 你上不了 第二呢 上市以后呢 还能往高了走 这样对于它整个软银的估值 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的基金呢 目前来讲呢 它很多基金是从日本的募集的 前面我们也说了 它为什么压力会小一些 日元贬值嘛 它要给人算的时候 给它投资人算的时候 拿日元结算啊 对吧 它已经是便宜了一些 而现在呢 这么上呢 就融美元 然后美元呢 实际上我认为 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高点 因为这个美元啊 这么讲嘛 加息嘛 加息周期到了末期了 对吧 它对美元的那个指数呢 可能也到了一个高点 就是这么样的状态 所以它这个融资的时候啊 它要找最合适的地方去融嘛 而这时候的话呢 真正这个决定 这个公司走向的 我们真正要说 还是中美矛盾 你就想想 现在呢 它这公司 大家原来看好了什么 就是因为它是在英国 相对来说啊 在中美中间呢 稍微中立一点 虽然说这个英国 也跟美国呢 很多时候穿一条裤子 它必须呢 不是直接是美国 所以这个到底允许不允许使用 它的这个架构设计啊 干个什么的 你像这个美国到底限制不限制它 其实也有纠结 就是它的估值是什么 如果中国全力使用这个ARM的话 那肯定它的估值这事低了 但是现在的话呢 因为这个卡脖子 可能中国的很多厂商啊 它又转向了另一个呢 虽然说应用很少 但是完全开源的系统就是RESC-V 对吧 RESC-V的芯片啊 那个阿里已经在做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阿里呢 虽然说也说过它不少 不好听的 但是有些它做得不错的 我们还是要赞扬的 所以这个 中国的一些企业 在做这个芯片的时候呢 它要走其他的方向 然后这个ARM的话呢 它是否能扩张呢 其实它是否能扩张 它决定是什么 这个手机领域 手机这个赛道 我一直在说 它已经慢慢的呢 有些饱和 因为你现在可以看呢 中国的整个更换手机的速度 大幅度的下降 因为你的手机啊 那很多功能满足了 就是说你看照相 摄像 前面一阵的那个手机的爆发是什么 从手机的智能手机 到手机呢 可以照相 手机可以摄像 照相摄像又要大量的传输数据 而现在呢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云技术的发展 你如果更多的技术放在了云端 那么你的手机端 就是客户端呢 可以变得更简单 所以手机芯片的 其实给它的空间本身就不大 为什么它开始要估值低一点 它真正下边有意义的空间呢 可能在比方说车载芯片 车载芯片是否能让它进 那大家就得想各种方式了 你像车载芯片的话 如果作为中国的车载 你做了它呢 最后又被美国在设计上卡下脖子 那当然是不愿意的了 所以你看其他的这种开源的架构 可能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就是像那个RESCV嘛 我说那这种架构 甚至呢 你像中国的有关方面 可能会在研究啊 中国自己的这个架构 因为将来的话呢 中美如果分成两个产业链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你要按摩的是什么 他在美国上市 他没选择在相对中立的 比方说在伦敦上市 他为什么在美国上市呢 他就是这个 现在孙正义呢 要更多的更快的回收美元 知道吧 他的日元基金和美元基金上 你要在英国上市呢 英国的这个英镑 咱们大家知道 可能比美国有的时候还不坚挺 英镑可能会有故事 对吧 所以他是需要更快的回收美元的 所以他美元呢 换成日元 换的多多的 他的这个基金的业绩会很好看 但是你从长远的讲 你如果在美国上市 等于呢 他这个跟美国有了更多的关联 更多的关联以后啊 中国企业在采取 ARM架构的时候呢 可能要更多的想想 所以在未来的走势上呢 中国企业可能更多的 他会走向更开源的 RESC V1的这种样的架构 或者的话呢 中国国家在花力量 自己在找新的架构 尤其是在中国要找做芯片突破 在芯片设计方案等等等等 因为这个ARM本身 它也是个芯片设计公司啊 它是设计呢 它只卖设计 它既不卖产品 也不自己生产 它只卖它的设计进行授权 这种东西啊 在中国可能很难做 就是大家都盗版 但是这个盗版呢 也决定你这个国际上 什么情况 其实的话呢 你这个中国 你要说军工 你去去做的话 不受版权保护 你版权反正是大家都可以干 但是军工的话呢 你如果不能转民用 或者说你做这个军工的企业 不能转民用 那你军工的成本 就没人给你买单 所以一定是什么 人家要选什么 就是既可以军工 又可以民用的 那个不影响版权的 这样的话呢 才能对你的这个 整个研发的成本啊 那个做最大的摊销 前边我们一直讲 这产业链 新技术 新技术发展 摊销成本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呢 按摩要 美国上市了 对吧 对于中国呢 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 中国的 我相信将来的方向啊 可能更多的 就是各个层面 都要独立自主 你只要不是独立自主呢 就有可能会被卡脖子 是这么样的情况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感谢观看